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这一段跟下一段 我个人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觉得未来几年 很重要的投资方向 我们一般讲做投资 我们一定要找到主流 找到方向 你这样才能压对投资的标的 我觉得今年电动车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方向 台湾当然基本上 做整车的公司 未来就期待玉龙 另外就是电动车的半导体 在这一块台湾算蛮强的 我觉得最近蛮多活跃的股票 其实都已经是集中在这一块上面了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另外就是在整个低碳的部分 因为今年元月的时候 立法院三读通过了 气候变迁应用法 简称气候法 这个法案将来还会去订定执法 会针对2.5万公顿 二氧化碳排放当量的厂商 开始科增碳费 这2.5万公顿 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相关的厂商 现在大概已经抓出来 有287家了 大部分都是一些重工业的公司 那我就不指明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那这些公司将来呢 都会被变成是首波要科增碳费的 这个对象 所以未来我们常讲说 这个碳油价 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指纹楼梯 想未见人下来 而是真的要发生了一件事情了 因为欧盟从今年开始就要是试办所谓的碳边境调整机制 叫做CBAN 这个机制呢 也就是说开始要试办 然后2025年吧 26年吧 就要正式实施了 就要开始也要征收这个所谓进口产品的碳税了 这个大家想说你东西进口到欧盟去 你在台湾脚不够的部分呢 在欧盟那边还要再被科增一次 所以台湾你今天订出来的碳费就算是低于国际标准 其实你的产品要出口 你还是要在进口国那边再被科增一次 那欧盟现在目前是在这个低碳了 科增碳税上面走了最快的了 但是我想未来随着这个2025年 全世界各国都要走这个所谓的净零排放 就是碳中和 那都会要开始往这条路去路走 所以未来这种排碳量比较大的公司 其实他们的挑战性非常的大 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 我们在投资上面要去注意的趋势 所以据我知道这种钢铁石化的水泥 这相关公司 其实他们现在都要积极应应这一方面 因为将来这个科增下来的成本 其实真的是不低的 你算2.5万公顿的当量 就算台湾订出来一公顿 这个一公顿的碳费是300块台币 那你算下也是一笔不少的钱 更何况欧盟的费用 可能是台湾的很多倍 台湾订的这个费用 应该是相对在国际标准下面 现在目前我所知道应该是低的 好这是一个我在关注的方向 就是说低碳净零排放的方向 你不知道就是说绿色能源 这个永续ESG这方向 我觉得是长期投资 大家都要去关注的 另外一个就我刚刚讲的电动车 那台湾当然在这块上面 就是零组件的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AI了 那过去我们刚刚讲说 AI这件事情好像远在天边 都是在企业用户 或者说你会觉得说下下围棋 什么森栏对不对 下下围棋 或者说自动驾驶要用到AI 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允许自动驾驶上路 现在有允许的大部分都是实行而已 有没有正式的可以自动驾驶上路 有些地方 地方城市是可以 一些公共交通工具是可以的 但是大规模的 所谓一般民用的自动驾驶上路还没有 所以这个AI的运用还不普及 但是各位知道 最近有一个网站爆红 才两个月 你知道他已经创了历史记录了 两个月的时间 他的活用用户到多少 已经到一亿 这个是历史上增长最快速的 一个消费应用软体 就一个这个网站 这个真的是热到爆 那现在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才推两个月 就已经一亿的活用用户 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因为我们从几个过去色情网站 或者说大家常上的这个网站去做评比 你就知道说他的速度有多快 比如讲TikTok TikTok从推出到用户达到一亿 他经过九个月的时间 已经够快了 那个Meta的Instagram 大概是2.5年 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他要一亿用户 所以没有一个网站 可以有这么快速 两个月的时间 在去年11月上线之后 现在就有一亿的月活用用户 你知道是哪个网站吗 就是OpenAI的ChatGPT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现在有直播 观众朋友 有没有去上过这个网站 我最近这几天上去浏览 我发现他真的蛮屌的 他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的网站 他可以跟你聊天 可以跟你对话 然后你可以加写文章 比如说你加写一篇说 有关这个AI的文章 你帮我写一千字 他经过程式运算 跑一跑之后 他一篇文章就出来了 你说他写的好不好 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我觉得他出来的 文字叙述各方面四平八文 而且用词段落各方面都很平顺 都很顺 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 对不对 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说 将来很多工作可能会被取代 文字工作者的工作 将来可能都会被AI取代 这已经是即将要发生的事实了 而不是说在过去 我们讲说AI取代人类 只是一个科幻 或者说远在天面的事情 现在已经开始要发生这件事情了 那要讲到这个所谓的open AI 我们就必须先来讲一下 让大家知道什么是AIGC AIGC就是AI内容的产生 我们指的是利用AI的技术 产生一些内容 那Chair GPT是由open AI开发出来 一个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的一个城市 它本身是一个城市 是在去年11月才推出 才两个月的时间 它已经一亿的活用的用户了 据说每一天 大概都有一千多万人在上面 这很惊人的数字 那腾讯混元AI大模型 我现在讲一些 这个AIGC的运用 它其实不是只有跟你聊天 或者说帮你写一篇文章 或是帮你做一个企划书 或是帮你回一封客户的信 它可以帮你回客户的信 比如说你讲说 你帮我回一封客户的信 它也会帮你回一封客户的信 然后把你把客户的信写出来 或者说你今天写了一个故事 它可以帮你把这个故事接续下去 很厉害的 对不对 想象空间已经不是我们过去讲的那种 好像很死板 它也还帮你写故事 就是说你今天编一个剧情好了 他还可以帮你 你还可以跟他讲说 我编了这个剧情 你把那个剧情打上去 你还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接下去写这个剧情 好 那腾讯 他有推出一个混元AI大模型 腾讯已经在运用 他怎么运用呢 他利用这个AIGC 把广告文案自动生成为广告的影片 就是说从文字变成是视频了 变成影片 这个大大的降低了广告视频制作的成本 他直接用AI做了 他不需要经过那些 所谓影像制作公司了 所以未来这些影像制作公司 可能也很多人要失业了 那Google呢 也推出了所谓的MUXLM 这个MUXLM是一款 可以透过叙述或是图片 就能自动生成音乐的AI的工具 所以说 我们现在所讲的AIGC 不是只有文字而已 它其实可以变成是音频 可以变成是音乐 它可以变成是图像 它可以变成是影片 哇 这个想象空间就真的很大 对不对 它可以变成是很多的content的东西出来 那Google已经推出这个工具了 那不过因为担心版权的问题 所以现在目前的MUXLM 还没有公开给客户使用 那Google现在正在测试 叫做学徒巴德 学徒巴德呢 就是Google要跟这个CHAT GPT 打对台的聊天机器人 Google马上要推出来了 Google走AI也走得很快的 那Netflix最近推了一个影片 叫做狗语少年 大家如果有订Netflix 可以去看一下狗语少年 它是一部实验性质的动画短片 它就是使用AIGC的技术 来自动生成这个动画背景 所以它是用AI出来的一个动画 这个Netflix应该做了 所以腾讯它有一个研究院 叫腾讯研究院 它说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内容 AIGC这个商业化的运用 要快速成熟 我认为未来几年 它会持续的快速成熟 这个就同样的 这个腾讯研究院 他们也是这样看的 他说未来五年 一到三个 这个成图片的内容 由AI参与生产 2030年的市场规模 会达到1100亿美金 这个我们就不讲 那最近有另外一个网站也爆红 各位看一下这个图片 我现在在荧幕上秀出来这两个 这个所谓的好像用画出来的一个肖像 各位知道这是AI生成的吗 它其实不是那个画家画出来的 它是AI生成的 这个AI生成这个所谓的肖像 它你只要送10到20张你的照片 它就能帮你画出来 叫做Lensa 它这个Lensa是一款借由AI 把照片转成数位肖像画的这个APP 现在正在盛询社群平台之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去过这个Lensa 虽然Lensa是这个提供使用者 展现自己的创意方式 但是有一点这个资安跟偏见的问题 所谓偏见问题是什么 就有人去试过 就是说那个黑人朋友们 用Lensa出来的这个肖像 这个字画像 会比较白一点 或者比较胖的人会变比较瘦一点 他就自动帮你稍微修一点 这样子一个情况 人家就觉得说是这样有点偏见的味道了 不管怎么讲 有没有偏见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现在所要讲的运用 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Lensa现在也是一个爆红 那至于说哪一些美国大科技公司 现在在这个AIGC上面运用 运用了很多 开始在这个上面开始在运用 以及我觉得未来他们的发展潜力很大的 首推就是微软 微软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OpenAI的最大的金主 他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注资OpenAI了 就已经把他的股权买到买买下来一大堆了 那最近呢 他又注资了几十亿美金到OpenAI去 微软在2021年11月就已经发表 AZOO OpenAI的服务 那在今年的1月19号 他宣布AZOO的OpenAI服务正式上市 那AZOO呢 是微软是这样讲的 他说AZOO现在是目前唯一提供AI超级电脑 因为他现在他跟OpenAI合作之后 他就建构了一个超级电脑 这个电脑可以提供给他的这个用户来使用 就用他的云端用户来使用 那以及呢大规模垂直的扩充跟水平扩充能力的全球公有云 我们知道现在目前全世界大的公有云 大概就几个嘛 第一个就是Google Cloud 另外最大的是Amazon的AWS 再来就是微软的AZOO 然后再来就是Google Cloud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OpenAI现在有这个Chair GPT DALE2还有GPT3 这边可以讲说炙手可乐的AI服务跟技术 当然这家公司被视为是人工智慧 这个领域的领头羊 那微软跟OpenAI已经进行好几年的一个合作 他已经注资几十亿美金 在这家公司上 现在最近就展开第三阶段的合作 那这个2019年 他其实就已经注资十亿了 然后共同为AZOO平台开发新科技 新的技术 那进一步扩大OpenAI的大规模的AI能力 跟一年之后就2020年 微软就建构一台由AZOO托管 OpenAI共同设计的超级电脑 这个在当时应该可以讲说 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大的运算器了 那接着在2021年 微软就透过了 就推出了OpenAI的AZOO的服务 让企业有机会能接触到OpenAI的AI系统 包括GPT3 还有安全合规的功能 那最近又注资20亿美金 所以这边就不得不提这家OpenAI这家公司了 那这OpenAI这家公司呢 就是缺GPT的创建者 那这个这家公司现在正在谈什么 出售他的股份 因为他的股价涨了很多 这次的融资对公司的估值大概是290亿 现在市场已经估出来 这家公司非常有可能会是美国未来 最有价值的新创公司 虽然说OpenAI还没有产生太多的收入了 但是也有一说 他可能过几个月之后 他开始要对使用者来收费了 好像一个月要收600块钱吧 还多少 但是呢 他有望成为美国估值最高的新创公司之一 那OpenAI 他其实是一家非盈利性组织 2015年成立 那科技投资者沙姆尔特曼 是领导这家公司的 他的目标其实还蛮崇高的 说希望透过AI来造福人类 我不知道会不会造成人类的毁灭 我们很多听到没有在留言板上讲说 未来AI毁灭人类 那个电影可能看很多了 不过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家公司最初的支持者 也包括伊隆马斯克 不过后来伊隆马斯克 因为跟他们意见不合就退出了 还有就是Linking的创办人 霍夫曼 这些人都是在这家公司里面的主要的人 除了微软 现在走得很快 而且抢占先机跟OpenAI合作之后 Google当然绝对不可能弱人后 因为他们在AI上面也投入非常多 那Google 他其实已经推出一个叫Megan Video 他这个是在建立在Google的图像 生成系统的一个image 透过OpenAI 类似OpenAI的Del E2 那这些工具的运用模式 来产生影片 我等一下会给各位看一下 他所产生的短影片 那虽然说目前实际生成的短影片 如果各位有去看的话 他解析度不高 但Google强调 这个短影片内容 会高度符合文字叙述的结果 也就是说他不会跟文字叙述出现太多的脱轨 然后Google更强调说 透过这个工具生成的短影片内容 有高度的可控性 绝对不会出现一些负面的内容 这是Google的强调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下面这张就是Megan 他一个出来的这个短影片 那他其实你如果去上他网站 他是会动的 他比如说你各位看到这个海上的这个帆船 他其实会在随着那个大浪 在这样走的 因为我这边没有办法秀影片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图像 那Meta也推出来 Meta在去年7月就推出来的 Make a Sense的这个人工智慧场景生成工具 那之后呢 他又命名这个Make a Video的一个人工智慧影片的工具 同样跟我们刚刚讲Google的是一样的 他也可以透过文字的叙述跟图片参考方式 快速生成一组特定的内容的影片 我再给各位看一下那个Meta的影片 Meta的影片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影片画质稍微好像好一点 但是呢 基本上看起来还是蛮粗糙的 那这个就是Del E2 如果各位上Del E2的网站可以看到 Del E2是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新的AI的System 他可以create真实的一个image 同时呢 他可以把这个你所告诉他的一些文字叙述呢 变成是image 这个就是Del E2 所以Del E2呢 我们刚刚讲就是OpenAI下面的一个运用程式了 那大陆其实也在发展 大陆其实在AI上面发展也蛮宽速 像百度 百度呢 计划三月要推出中国版的Chair GPT 那类似AI的这个聊天服务人的东西 会放在百度上面 那最初的版本会砍入他的一个搜寻服务器之中 这个服务首先会以独立运用程式的形式推出来 那之后呢 再逐渐融入到百度的搜寻引擎里面 百度计划未来 用户在搜寻的时候会提供AI聊天机器人生成的答案 而不只是出现连结而已 所以他会出现答案不是连结而已 那到底什么是AI 我今天借由这个Selfforce创新战略高级副总裁 这Mouse的一个解释 来给跟大家讲说 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 这个AI现在目前的运用 尤其是在内容content上面的运用 那到底什么是AI呢 我觉得他解释的非常好 他说AI是对数据进行推理 收集的数据进行推理 不管是个数据大或小 他可以是比人类更快 而且更精准的执行任何简单的数学成立 而且始终是在工作 就是他一直在工作的 没有休息的 因为他不是人 他不需要睡觉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这种超快速跟精确的能力 而且编写应用程式 例如说计算路线 然后创建时间表 或者量测 跟预测 你的engine的性能 就是你的开发器的性能 然后他可以演化成 从过去推断现在如何行动 而且根据未来每一次的互动 不断的改进 所以现在目前的 AI是一种feedback式的 feedback式的一种互动 不断的进步的一个情况 那这一方面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讲自动驾驶 未来的自动驾驶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现在的能力是之前签一次的计算结果 就是过去所计算的 都会变成他能力的 现在目前的累积 而且还不断的在提升 亚马逊的 Elisa跟苹果的Series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去年开始 这个市场的资金 大量的去流入到AI的投资 这种新创公司的投资 各位看到 这个柱状图 达到了26亿美金 投资的deal达到110个 这是前一年的 非常多 差不多已经是 达到前一年的 快double的一个情况 所以市场的资金 Engel资金 也很明显的 已经开始流入到 AI的投资了 那根据BCI Insight的一个研究 那去年是 深层式AI初创公司 投资创纪录了一年 总共 110笔的交易中 股权融资 大概有26亿美金 深层式AI领域 现在目前还在一个 起步的阶段了 不过可以确定的 这个250多家的 深层式AI的智能公司之中 他们三分之一 还没有对外 进行任何的融资 所以看起来 他们还是 代价而沽的一个情况 那最后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我现在看到 美国有一些挂牌公司 他们在这一块上面 已经占有一席之地 到底是哪一些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Meta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Google Microsoft 这些公司以外 还有哪一些 我们可以注意呢 像Buffet Buffet 各位可以注意 这家公司 它的股票 在宣布计划 今年利用 Chair GPT AI增强内容的时候 大幅的飙升 不过 我觉得这些股票 很投机 也就是说 各位如果要去参与 投资的话 你必须要注意风险 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那Intel 它分拆了 这个Mobile Eye Mobile Eye 在它分拆之后 股价大概涨了 这个36% Mobile Eye是做什么 Mobile Eye 它是做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跟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的一家公司 还有就是辉达 我觉得辉达 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一家AI公司 它提供了 软体开发工具 用来建构 人工智慧 应用模式 就是这个晶片 那辉达 他现在目前来自一些 初创公司的竞争 不过一般来讲 这个辉达的利基 他的老大龙头地位 是很难被挑战的 所以 这个大公司有 或者是新创公司也有 那另外IBM也是一样 IBM也是很 这个积极的在进入这块市场 从2020年年中以来 IBM大概已经买了 至少五家人工智慧公司了 那我觉得IBM 大家也可以再关注一下 还有就是谷歌 最近10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是 人工智慧头像的创业公司 它可以使得品牌跟创作者 能够表达虚拟身份 那他这一次的收购呢 在说明谷歌 在增加他的内容产品 跟TTA这些平台来竞争 所以他收购这家公司 最主要就是要跟TTA竞争 那谷歌现在正在谈判 向人工智慧创业公司 Colhear投资至少200亿美金 那Colhear创建自然语言 运用程式的软体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这个软体 为企业建构AI的运用程式 包括像聊天机器人的工具 或者说其他可以理解 人类语言跟文本的功能 那谷歌的云端部门 为Colhear提供训练 还有他的软体模型 所需要的计算能力 所以谷歌跟人家公司 不但是一个收购 而且是一个技术的 这个合作的一个情况 那亚马逊本身也是在做这一方面 而且亚马逊也走了 一段时间了 他使用的人工智慧 来制定在线零售的产品 线上的零售产品 同时向网站访问者 来推荐他的产品 这个电子商务的巨头亚马逊 还使用机器人跟人工智慧 最近亚马逊在零售店中 利用人工智慧 也运用的非常多 像是有超过30家的 Amazon Fresh的美国商店 有超过25家 Amazon Go US的商店 跟两家 Whole Food Market的商店 使用Jazz Workout的 一个支付技术 所谓Jazz Workout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这家店里面买东西 你都不用付钱 你只要拿的东西 你走出去 就自动结账了 甚至呢 据我知道 它是扫描你的眼睛 有人穿了比卡丘的 整身的衣服进去 拿了东西走 照样结账 也就是指的是一个眼睛 照样结账 就是这个所谓的 Jazz Workout的一个系统 那Selfforce也可以注意 Snowflag 这些公司呢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注意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 把我所收集到的一些公司 一次跟各位讲完了 那大家就先跟各位报告到这个地方 留给大家再去research 谢谢 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